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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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讀聖經基本上最重要就是 我們透過這段經文對神有沒有增加了 或有什麼新的認識 或不是新的認識卻是複習的認識 或你認出了神是什麼樣的一位神 那今天很多啊 譬如說我們的神今天是 祂要再來的神 這是很清楚的嘛 這個是我們很像 我們要再一次認信 要再一次宣告我們的神是再來的一位神 對不對 我們再來的神 那你說這就是我今天對神的認識 那你讀聖經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還有一個聖事 他說都與祂同活 我們的神是要跟祂一起同活 祂是跟我們在一起的 我們活在我們生活的裡面 我們與祂同行 假設這麼說這些 那第二個呢 你不但要認識神 第二個什麼 他說你有什麼感恩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教訓啊 或你有什麼警戒 這個警戒 那今天有沒有警戒 有很多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要謹慎 謹守啊 就是我不是要在黑暗裡面啊 或是感恩 還有感恩要感什麼恩 喔 主耶穌還要再來喔 也是很大的感恩 如果主耶穌不來我們就沒希望 我在只是舉例子對不對 所以你讀聖經裡面 你如果有這樣的一個邏輯 或有這樣的一個目標 你就會比較容易去整理 或也比較容易抓到 那第三個有什麼要實行的 那實行的就是應用嘛 你今天讀完經文 你有什麼要做的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讀聖經的三個目標或三個步驟 那你就不會讀完了以後 就是只是一團降糊或只是知道 好 複習一下 第一 認識神 第二 感恩 教訓 警戒 這是很簡單的 第三呢 實現或應用 好不好 因為以後我們都會這樣的分享 所以你寫的時候要這麼寫 我對神有什麼認識 第二個 有什麼要這樣 第三個 那你就容易分享了 而不是這樣你就會有點整理 然後以後你每一天你都有認識 你這樣就會日積越累 你就會越來越豐富 有整理了 很好啊 這樣的一個學習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很簡單的 我想今天的經文的裡面 那應該這麼說 上一章最後不是保羅講到 論到睡的人 我們不要好像就是絕望了 這是因為睡的人 我們不是絕望的 因為我們是有上帝的人 我們對基督來講 我們不是死了就完了 那有一天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都還要再來 我們就要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第四章 我們是講到保羅對的安慰 那第五章保羅延續這個主題 就是主再來的這個主題 那麼提醒我們 是的 主一方面 主的再來是我們的盼望 另一方面呢 我們要謹慎謹守 我們要預備迎見主的再來 因為那個日子也是我們交葬的日子 也是上帝跟我們總結的日子 好 那所以一方面是我們的盼望 一方面我們要謹慎謹醒 那因為那個日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我們上帝我們要交葬的日子 所以我們要謹慎謹醒 那很快的分兩點 第一 主再來的日子 他保羅提醒 第一個提醒我們主再來的日子 在馬太福音我們都很熟悉 保羅在這裡再一次的提醒 主再來的日子有兩個特徵 第一就是如夜間的賊 如夜間的賊 那第二節 那他說夜間的賊最主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想不到的時候 你沒有預期的時候 你不知道的時候 那所以第一個我們為什麼要解釋 因為主來的日子是我們想不到的 我們沒有預期的 我們也不知道的 你沒有辦法知道什麼時候來 那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只有一個就是要謹醒的預備 那這個是強調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主再來 第二個主在的日子好像會如慘難一樣 會慘難 那麼慘難的意思 這一個慘難強調的他一定會來 他一定會來 前面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這一個是一定會來 那麼什麼時候到了一定會來 很簡單我跟大家講三個時候到 第一個就是人的罪惡滿盈的時候 就像挪亞的時候 上帝說人的日子還有120年 可是後面就那段聲音講到 他的盡頭已經來到 他的盡頭已經來到 人會有一個盡頭已經來到 罪惡到一個地步 他的盡頭就會來到 那我想這個應用上面 我們要注意就是 當一個人悖逆神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他的死後就會來到 他的盡頭就會來到 那所以這個第一個罪惡 第二個 殉道的人滿了的時候 那這是在啟示錄第七章 那些人跟神說 上帝啊請你跟我們伸冤 上帝說什麼 你們在安息片刻等到 跟你們一樣被殺的人 那個數目滿足了 滿足了 上帝就會 他的伸冤的日子就會來到 那第三個就是福音傳遍天下 那麼得救的人滿足了 那這個就是如同慘難 那個好像十月懷胎滿了一樣 那所以他就說平安穩妥 當主來的時候 人會覺得平安穩妥 就像在馬太福音那裡所說的 人照樣吃喝嫁娶 那你會吃喝嫁娶買賣 都表示怎麼樣 一切如常 你還覺得滿平安的 日子還滿好的 但是主說就是在這裡面 人以為一切平安的時候 就像海嘯一樣忽然來到 你根本想都想都想不到 那麼我想那一次 我們正在東森山莊 我們正在那裡聚會 那我想在日本更多人可能還計畫著 等一下要去看電影 晚上要什麼party 還要準備什麼去買菜或者是計畫什麼 人都還覺得平安溫妥 或者是夫妻兩個還在什麼大吵一架 還沒吵完洪水就來了 一個沖走了 哇那就後悔得要命 剛才為什麼要吵架 一定後悔死了對不對 你想但是就是想 慘難忽然來到 那你連你預期沒有預期 那忽然之間是不能逃脫的 不能逃脫的 那這所以主提醒我們 因為既然主來的日子是如賊如同慘難一樣 那不能逃脫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就要預備 所以保羅在這裡強調的就是我們要預備 我們要預備 那今天保羅也提醒我們要預備主的再來 預備主的再來 那所以第二大點我們講預備主再來 預備主再來 那三個怎麼樣預備很快講 第一不要睡醉 這個不要睡 第七節是在夜間睡 醉了是在夜間醉 所以你要怎麼樣預備 第一個警醒的第一個不要睡 不要睡跟醉 那睡是什麼意思 睡基本上就是放鬆懈怠 那這樣就是在屬靈上不起境 那在屬靈上沉睡 他說你有一些基督徒 他說你要謹慎 你不要讓你的屬靈的狀況 好像沉睡了一樣 那醉呢代表著放縱義樂 那迷醉於世界 那基督徒變成兩種極端 兩種上帝寶羅提醒我們 不要像睡了對屬靈的事毫無興趣 毫不起境 可是對世界呢 哇卻起境得很 卻迷醉於世界 迷醉世界 那這種人是最容易被魔鬼吞吃的人 那整個人會被世界所霸災 那很多的基督徒也被每一天的日子 工作 生活 小孩 好像天天就轉在那邊 那已經被這些都霸占了 那對屬靈的事 對神國的事 他說我都活不下去了 哪還有時間管那些 那這就是基督徒活在 所以保羅提醒我們要謹慎 免得我們會落到這種光景的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基督徒 很多 很多啊 真的是 我現在最重要就是結婚啦 其他不重要 我現在最重要就是創業啦 我現在最重要就是養小孩啦 孩子在那邊 其他都沒興趣也沒力氣也不想啊 就是這樣 那保羅說我們要小心 這好像沉睡 好像醉在其中 那麼那個日子 那在你想不到的日子 你還想把孩子養大 剛才養 孩子都還沒大 耶穌已經來了 所以我想事業還沒有做完 耶穌都來了 這個買賣都還沒有 約都還沒簽 耶穌都來了 所以提醒我們不要沉醉在這裡面 那被世界所霸佔 那好 那所以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要穿上軍裝 第八節 我們要穿上軍裝 要當性愛當作護心靜則兇 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 所以這裡講到性妄愛 性妄愛 那麼我特別提醒就是得救的盼望 我覺得這太重要了 弟兄姊妹 我們要活在一種盼望的裡面 所謂得救的盼望 你要有望著那個盼望 什麼事情讓我們能夠繼續的往前 是那個盼望 所以你等候的是什麼 得救的盼望也就是一個等候 所以我說為什麼很多人 他能夠一直警醒一直活在 因為他一直定睛望著 那個得救的盼望 那今生我們所有的割捨 我們所有的付出 我們所有一切的犧牲 因為有一個榮耀的盼望 有一個得救的盼望 我覺得得救的盼望 是一個頭盔戴在身上 因為你思想會較量 我什麼有價值 我今天做什麼最重要 那得救的盼望 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思想上面的一個保護 當你一直有一個很強烈的得救的盼望 你就一直會走在正確的路上 你不會被世界所殘累 被世界所霸占 你會一直望著天上的榮耀 我們等候的那個美好的日子 所以我們基督主我們才願意割捨 我們才願意放下 好那第三個預備主再來就是與主同活 我們要活在在等候主再來的日子 我們要怎麼樣活呢 就是與主同活 與主同活 然後我們保護提醒我們 我們要這樣的來預備迎見我們的主 好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我們一起再一次的我們跟神說 主啊帶領我們走在你喜悅的路上 讓我們一起盡行預備主自己的再來 我們同一生開口我們起來禱告